字幕君 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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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一條800公尺的一個道路 長的道路而已 可是這800公尺的道路 已經花了我們人民的納稅錢 15億 看到的是龍岡路 這個透寬是很沒有道理的 很沒有公益的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其實它的塞車的根源 是在我們龍岡路 過了環中東路 我們這邊有一條 有一張圖 簡單來說 就是整個塞車這是往火車站的方向 那所有的車都往這個方向 可是經過環中東路的時候 它的路寬就會變成12米 12米左右 所以所有的車都塞在這邊 回堵回來的塞車狀況 那如果我們只是在透寬 龍岡路 環中東路後面這一塊 不是往火車站這一塊 透寬到30米的話 那它會形成一個回堵的狀況 車都塞在這邊 那這個本身12米還是 還是還是沒辦法 梳解這個塞車的狀況 市政府已經被推薦兩次了 今天再送件第三次 那我們看說 送件第三次是不是有一些新的東西呢 我們結果 也是發現沒有 那我們有位各位媒體朋友 整理在我們的附件 那邊有我們龍岡路的 拓寬的爭議點 我們在這邊再次強調 我們覺得 如果 如果真的不用徵收的話 不用拓寬的話 我們覺得 還是OK的 如果你真的要拓寬的話 那拓寬 24米就好了 不要到30米 我這邊在當了 待了三四十年 我的營業面積只有小小的一塊 現在政府一徵收 把我大半都完全抓掉了 本身來講我們 我們合理要求是24米過寬 我們為什麼會要求24米過寬 因為它本身 市政府要求的是交通的舒緩 24米是事先到 它應該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那其實市政府呢 對於我們的反應呢 大多數都是不理不睬 怎麼說呢 他都有用一個很自私的回答 那自私的回答就是 一計畫辦理 可是我們每次問他說 那我們的路寬 造成兩頭載中間寬的路寬問題 那怎麼解決 那未來可能會形成一個大的停車場 這樣的交通問題該怎麼解決 他們通通都不給我們正面的回應 甚至開了座談會 然後就告訴我們說 他只是來收集資料 他說之後呢 會再給我們有一些回應 可是一直到現在 從8月開到現在 都沒有任何的回應 我覺得這樣的一個政府 只是欺騙人民的感情 然後對於呢 我們人民的生計呢 其實是完全沒有 沒有在理睬的 那我們來看 我們其實 我們並不是說 我們完全不贊 不贊從道路拓寬 我們只是希望呢 用24米來拓寬 那希望呢 留給我們自己的家園呢 多一點的土地 那基本上他們卻覺得 這樣是一個 他們卻完全不認同 每一次提到這個問題呢 他們都說 都一樣 用一計畫辦理 那我們來看 其實我們24米的道路 其實不是隨便 隨便喊出來的 因為目前 以桃園市政府 它所要求要有分隔島 要有人行道 要視線道 其實這邊有一條 台南的一條道路 其實它就是這樣子興建的 一個標準的視線道 其實24米就夠了 他們就是 他們覺得說 一定要做到30米 要夠大 這樣才會滿意 我覺得這樣子呢 是很有問題的 那因為我們其實 在徵收的時候 我們應該是要 把人民的損失 就是減低到最小 那我們來看 它到底有沒有這樣做 沒有 那我們來看 甚至呢 我們來看 這是附近我們 我們分三期的作業 這邊 這前面一起已經完成了 花了非常多的停車格 我們算過 一個機車停車格 大概就是2米長 那一個汽車停車格 也要 也接近 就1米 也是2米多 那所以我們看見 就是說 花了那麼多的空間 在做停車格 那這些停車格呢 我們到夜晚 我們看見 停滿了車輛 那這車輛怎麼來 這車輛 現在就是當地居民 因為我們本來 每一個人的住戶 就是他家 其實本來就不大 那因為已經被要求 被拓寬 所以他的 可用的面積就變小 所以相對就是說 他只好把他家裡的 相對的什麼 車輛啊 就停在外面 我們過往對土地徵收 我們都做了錯誤的定義 我們都認為土地徵收 只是一個金錢補償的問題 所以以往 我們都會把 站在我後面的這些好朋友 把他們形容 他們就是丁子戶 他們是不理性 他們是民粹 但是我們經過不斷不斷的一些抗爭 經過一些公民社會還有學術機關 不斷的一個訴求 我們要跟這個政府講 要跟這個社會講 我們土地徵收 絕對不是金錢補償的問題 土地徵收涉及的是人民 在憲法上所保障的 基本人權的問題